印度达兰萨拉德格尔登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发言人次人向本台表示 位于四川省的阿坝州阿坝县境内,星期一再度发生一起藏人单独示威抗议事件 他说,示威者是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名叫洛桑格桑,年仅19岁 他于9月7号地方时间下午约3点钟,在阿坝县城主街手举一幅达拉喇嘛尊者法像 高呼,学域西藏要自由,齐勤达拉喇嘛尊者万寿等口号,展开示威活动 被一批在附近待命的警察强行拘捕,此后情况不明 当时另一名藏人也一同被捕,但是他的名字及住址等尚未了解清楚 居住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也向本台介绍这起示威事件的过程 并表示,警方强行拘捕示威僧人后,引发民众集体抗议 他说,戈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星期一示威被捕后 民众跟着呼叫,要求警方放人 当时另一位不知名的藏人也遭到拘捕 而从当地传来的视频中,似乎听到竖起枪响 但是暂且不知是否有开枪 此外,应亚洲佛教团体的联合齐请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朗妈 从星期一开始在居住地北印度达兰萨拉大昭寺 举行为期四天的传法会 主要讲授入菩萨行论第十品 中观饱满论 修辞中篇 以及佛子行三十七颂 达赖朗妈在正式传法前 想聚集的数前信众表达问候 并感谢他们以非常浅诚的求学之心 不辞辛劳来此听法 达赖朗妈表示 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推动世俗伦理 构建大同世界 他说宗教要以信和敬来对待 信就是相信自己的教义 敬就是对所有的宗教保持尊敬 在这样一个信和敬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没有障碍地推动世俗伦理 要不要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 但慈爱是每个人必要的 在二十一世纪 无论是经济或者环境 州与州 国与国之间的关联是密不可分的 几乎多是一体 就经济而论 中国现在的经济困难 造成世界各国的动荡 所以都是缓缓相扣的 我们不应该以你们我们来区分 因为我们的快乐完全依赖他者产生 他人痛苦的时候 我们有责任去拯救他们 让他们获得幸福的生活 所以只有透过世俗伦理的基础 才有办法真正做到大同世界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责任 我在有声之言会尽量的推动大同的理念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 丹真的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